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岸八杨文卓跨世代对谈节目 今天是2023年9月30日星期六,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1点26分,香港时间是11点26分 如果是我这边西岸加州西岸的下令时间,下令时间是早上18点26分 暂时有9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观众全面进场 有没有看到迪迪艾和迪迪章两位的老朋友都已经刚刚进出来了 我们是会继续分析关于夜市的情况,希望很多夜市变成罗杀夜市 你那边有没有打风?没有,天气有 天气不错,天气不错 之前,本来都怕打风,因为之前好像说有八年一月的台风 我都买好冬粒,买好可以不吃丁的食物,但是发现睡了一整晚 发现没有事,没有停过段,似乎基建都做得不错了 香港都没事,应该打不成风 不过可能有些骤雨,今早突然一阵大雨,都是一个小时左右的事 香港都,你都知道香港的气氛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对了,假期来说是暗是第一天假期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都是假期 今天我才提起928 我才提起928 早两天竟然没有印象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928太久了 已经是2029年了,2029年了 2029年了,2029年前的事 好像真的… 无论如何,现在香港的情况就像如此 长假期,连我都不太了解了 现在香港人的新的风格呢 我都很意外,喜欢上去深圳 其实就是上深圳消费而已 因为跨境容易 那是感觉到的 我住北区那条铁路 晚上还很旺的 除此之外呢 就不知道了 这两天已经开始了这个夜市了 我始终没有兴趣 提兴趣 我在考虑星期一 不是,明天 星期日 是1号 星期日晚 现在是星期六 香港来说 星期六夜市 星期日就是放烟花 那相当… 又是星期礼 似乎现在这个moment 香港的那个湾仔 就冲了些警察在那里 湾仔又在做夜市 那呢 迪迪说局部地区下雨 那 不知希望过两天是怎样了 起码明天如果 就是… 放烟花的时候下雨 那也挺煞风景 那 大起床来也挺麻烦 那今次的雨也是突然很大的 碰巧是… 就是… 放紧的时候下大雨就麻烦了 是 不过… 明天晚上才算 那… 你… 你以前有没有看烟花的? 你在香港岛应该很容易看的 有机会看的 那… 烟花这种东西呢 话说我每年生日呢 都是会有的 因为生日 我生日就是主权移交 两周年了 99年7月1日了 相述熟 听众朋友呢 应该都知道的 但我对烟花呢 老实讲 就真的没什么兴趣了 我比较觉得 烟花其实 某程度上 年年的烟花都很多了 不断有这么多的烟花 背后所反映的 是什么呢 其实是否需要一场的烟花 去助证香港的发展呢 我觉得呢 我是给一个大大文好去的 其实烟花这种东西 好看就好看的 但是全部都是政府主导下放的 因为我很记得 我之前 留意到 比如说 前几个月 前几个月 前三个月 前 就是七月 美国国庆 是那些人自发放烟花 香港又不被人自发放烟花的 但是就算被人自发放烟花 有多少天肯去庆祝些什么呢 其实如果自发放烟花 是被允许的话 那很快就水退就知道 哪个没有照顾 哪个自日有人庆祝 哪个自日没有人庆祝呢 大家一无聊天 这个就是为什么 可能不让自发放烟花的问题了 如果没有人在七一十一 放烟花 或者有人在三十 竟然走去放烟花 那政策问很尴尬 还是要禁止 双十一准放烟花 十一准放 七一准放 其他就不准放呢 所以这些情况呢 相信都会导致 因为在美国就会有人主动自己去放烟花 甚至去到国庆呢 会有很多的非法烟花呢 不断放到整个洛杉矶城都是的 就是密西哥进口的非法烟花 但是都很明显有种民间自发 他们是真心地觉得值得庆祝 啊 美国啊 美国的梦想 但是香港呢 会不会有香港的梦想呢 还是罗沙耶士呢 变成了做 大家知道罗沙耶士是什么的一回事 香港呢 就是有人自发烧炮场而已 我小时候禁止嘛 之前我还有印象 之后就没玩过了 但是呢 住在北区呢 肯定是过年时有人帮烧炮场 总有少少的 那这个就是民间自发啦 啊 上次看烟花啊 就是我小时候呢 就是我小时候呢 就是我住在北区呢 就是我小时候呢 都可以看到少少的 每次都走到街上 或者在家里都可以看到少少的烟花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香港几年没放呢 我猜明晚也是容易闹的 就是等于夜市 你看到新闻也挺容易闹的 就是如果是港派者 你还可以下去看看 我要出城才看 我就可能的兴趣就低些了 就是我长一次看烟花 现在想起了究竟是什么时候 竟然是在迪士尼看的 迪士尼是每晚都放烟花的 你不知道的 就是每天他都放的 那又是差不多 好像没有我们那些那么大 但是慢慢放的 那些人是很高兴的 放烟花你这么说 是代表 就是中西也是 传统来的 就是代表 起庆了 起码放的时候 应该都很开心的 但是香港人开不开心呢 我想去得看 就不会再想那么多政治的事情 始终都是开心一会儿 希望大家明天都是开心心 跟这个国庆就没什么关系的了 国庆日就很多是非的 香港就 就是 说要出动七千警力 我发觉我的听众 都是跟我差不多想法的了 就不会出声 或者不会特意走去什么的了 这个我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政治含义很大的情况来的 就是逢是大时大节 你就会把警察都放在那里 那接着那些人就不愿意出来 或者呢 出来也好 你是不是忙却了香港本来 就是过时过节 就是有示威游行现在没有了 那么多警察在那里 就是防止一些自发的 任何小规模自发的都要强手禁止了 那如果我没有猜错呢 这个似乎是李家超 决定会做的事 就是由现在到他下台前都不会改变的 就是在他任内都不容许有人示威游行 所以呢 最怕人一聚就有人自发去游行 所以就一定要部署警令了 那今年的部署警令 我就觉得越来越什么的 越来越稀的 以前好像有事发生似的 每个人都在期待有事发生 那但是呢 除了两年前 就是七一有刺警事件之外呢 似乎呢 七一啦 十一啦 都没有事发生的 在市区就 那当然啦 今年七一都好像经常在查人身份证 那些依然是继续啦 就是会继续做这些妖民的事情啦 那但是现在呢 香港的情况就是 被任何时刻都需要重振经济 重振市面的繁明嘛 搞埋夜市的嘛 那但是呢 它就继续依然 那两个是完全矛盾的 就是简单来说呢 基本上你就算放松一点都不见到有什么危险啦 你叫多些警察便装在市面就行了啦 那你不用动了些 就是要威胁性的 布置了些警力在市面那里啦 但是问题是李家超呢 他就继续是这样的 就是他好像不变那样啦 李家超和陈炳强的 那个想法似乎就是这样啦 堅持 堅持就啊 就是任何萌芽状态都要 你觉得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的形态呢 因为你都和我差不多啦 你都觉得李家超的政权 到现在都不是太可能 好像已经稳定了 但是他似乎 他这些事情他又很坚持做下去 他搞出来的嘛 所以他似乎就 没想过要调和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的旁观体制是矛盾的 就是你需要的气氛来缓和嘛 现在整个社会 但是他这样做呢 令到的气氛就没得了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呢 如此类啦 那李家超啦 他本身除了懂得做 尚述王sir说过的一些动作之外 还懂得做哪一样的动作呢 实际上是不懂的 因为他由头到尾 他都是在保安局紀律部队系统出身 他是由港英的皇家香港警察开始做起一道声上去的 所以其实李家超所代表着的 我们看回李家超当时上台的背景 有一样的事实 我们必须要留意清楚 就是香港在民主派一座的区议员 在2019年当选之后 他们是力主抗疫 但是抗疫本质上是一种抗权来的 这个矛盾是导致了 当中中国建制阵营 以至香港建制阵营 是得适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香港的社会 并不是全盘地对于整个香港的体制的不信任 而是仅仅对于中国政制和香港政制的不信任 公共行政是不受影响 换言之 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政治和公共行政是分开了 而不是一个有机性的整体 虽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的政治是由行政去主动 政治行政本质上是有机体 但是香港人似乎不是这样的看法 所以可以在政治上完全不接受 现在中国建制制的体制 但是只要是包括抗疫 为由 香港是不行 是可以有百成人支持 连同实名制的疫苗通行症 当然了 相关的民调只是问知不支持疫苗通行症 没有说知不支持实名制 但是疫苗通行症本身包含实名制 这个大家都清楚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当时的关键 也是李家超获得支持 既然疫苗通行症这一样 就算是中国建制阵营都没有人会提出 竟然都可以实施得到的时候 那大家就知道 当时中国建制阵营的研判是怎样的一回事 但是 虽然李家超很明显 他未必是会放在这里给他做特首 未必是会引起什么直接的问题 或者导致民众更加愤怒或者怎么样 但是 他在经济上发展 很明显他是短板 因为他根本就不懂 其实 李家超不行 是否代表其他人就可以 也不代表 他不行 就不代表陈华波可以 只不过陈华波可能好一点点 我们看到了 他的夜市计划 可能他都会懂得 想办法 喂 我家店铺这么白痴 20元4粒烧麦 找公关帮他宣传一下 可能他有这样的指示 我们不知道 但我相信20元4粒烧麦 是今次野市 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热度 未至于草草收场的一个关键 如果没有这家 香料案外所的20元4粒烧麦 因为我相信他前两年 賣20元4粒烧麦 应该是罚人民准的 因为真的很贵 还有我自己看的烧麦 并不是他手打的 他都说明自己煮 但是辣椒醬 所以他的烧麦 只是陪陈 或者是被别人试吃 很明显的 但是要20元 付钱这样试吃 抵不抵就见仁见智 但是公关炒炒 一炒 然后大家就关注 这件事无疑 至少令事情本来不好看 都变成了一些看神 但是李家超懂不懂处理这些问题 李家超懂不懂公关公司 天天都在保安局工作 有多大程度上能够接触到社会当中 这些界别的人呢 陈茂波就不同了 会计师 虽然他有很多东西不懂 但是至少他懂些人 懂些人的话 动员起来都比较靠谱 是的 比较靠谱 我觉得靠谱这种字 大家不要管是哪里来的 但是很能够说出 李家超和陈茂波 虽然大家都是很多的问题 人才不足 但是呢 在经济上 陈茂波都终究被李家超靠谱 这个正正就是李家超本身的短话 因为大家就知道了 没错 香港人对公共行政体制 是非常明显地有着很明显的Obedient一侧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虽然如此 但是在经济上 发展不起就是发展不起 人们听话 但是问题一样都是会堂碎堂月 这个就是个问题了 因为香港的公共行政在以往 其实可以维持到责战 是因为美国和中国关系密切 现在关系密切的时候 要开辟新路的时候 往往呢 原本属于维稳类的人物 例如李家超 自然就会面临自己的一些问题 自己的一些短板 他的弱点就会全部出来了 我觉得呢 这些的现象呢 都可以说是呢 为什么李家超现在的官运呢 刺激就真的不是太靠谱 不是太持人 我觉得整件事呢 大家不妨可以继续留意的 嗯 有些事情呢 你又喜欢说公务员 其实这两天我看到公务员 都发挥了一些作用的 例如就是没有电啦 那他都立刻搞啦 即是立刻帮手弄了出来啦 没有水啊那些啦 那就是 例如本来说 四点钟要收 收 收 收拢了 关系 那 即是一沟通之后呢 那现在又可以做到五点啦 晚了十点就可以复 即是 放完清花之后就可以恢复啦 再做拖枕啦 那这个反应是快的 就不是再是以前的 即是如果警察说辞呢 就硬斑斑 似乎呢 我会看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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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香港,我們還可以去,還可以彎轉 其實整件事根本是由當時APEC開始之前已經觀察過 自從Doddy過風之後,李家超沒有招勢頭 之前仍然很生悶,但現在這半年,這三個月四個月來 是不知為何好像沒有了聲氣 香港最近都發生了不少重要的事情,包括JPAC事件 但不知為何李家超作為警官,警察出身,查案 但問題是他不出聲,沒有出聲,沒有出口,很奇怪 理論上這些東西他其實是很殺色的,他可以發揮一下他的功用 但他沒有出來,整件事很奇怪,只有我蕭澤儀的人都出來說話 但問題都是似乎是很有限度,他們都似乎是 純粹就是他們盡不得自己的責任 理論上李家超,理論上如果以他平日的性格,以他上半年的性格 理論上應該會出來拿回身材的 還有他如果要做事,他抓人其實也不難的 他主要一件事,也可以找到一些民意的 但又不見他做事,不見他出來捕頭 可能他背後有工作,但我們不知道 但也很不符合他本身的平日的行為,特質行為性格 所以我會認為APEX事件是李家超的轉捏點 甚至乎我大膽地推斷,這個是我大膽的推斷 我自己認為對於中國建制陣營和美國建制陣營而言 李家超本來就是一種過度性人選 他並不是一種中國建制陣營的嫡系 他從來都是跟港英搵食的人 他只是剛好得那麼巧,因為他跟命令跟得好 所以剛好得那麼巧,上到這個位置 如果他之後本身政策有變的時候 他其實他本身是很容易兩面不是人 或者最初找李家超而不是找一些類似 民建聯工聯會之類的人物去當行政長官 關鍵其實就在於仍然要考慮一些西方世界的官員 耶穌會出身沒有學生總好過是漢華中學培調中學出身的學生 對於西方世界來說他們看到陪清社 看到穆家駿他們有什麼看法呢? 就是這一類的人物 穆家駿沒有可能在近年 沒有可能會上得那麼快 但是這一類的人物 其實他們在西方世界眼中覺得 哇大哥 你這些真是典型的共產黨 就跟我金毛中心不太合格 整個幹部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李家超他本身 他的一個關鍵優勢 他終究都是講英文說得不錯的 有話書院畢畢 始終都有一種給人做British的感覺 他是Royal British Hong Kong Police 現在最初他入職的時候 他真的是皇帝香港警察 所以李家超他本身其實也是反映著他 他其實是繼承了林鄭那種既非西方亦非中國 就是原生啟制我一種的殖民地味道 當然了 其實達到現在的情況 因為沒有人知道香港在疫情之後經濟不復甦 其實這件事沒有人會猜到真的疫情之後不會復甦 我們猜到 我們是比較了解香港政治 但是廣泛的 我們一直都說不行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個問題 既然是可能政策方向上面要有變的話 阿超的情況 其實對於美國來講 或者對於中國來講 其實阿超有沒有可以繼續在官場裡繼續進行另類的發展 實質上我覺得兩者都是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當初的放風 而至中國建制陣營馬上出來回應譴責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一回事 美國不滿意李家超就是固然的 但中國建制陣營這一組動作 就算他口說是滿意李家超 實質上又是怎樣的效果 我覺得不妨留給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你說是不是中方 即是他講英文講到就算了 因為以前都找過梁振英 都是管控共產黨 你說美國不想他去 主要是因為他被制裁了 其實有另一個人 都是面臨同一個問題的 即是正在通緝中 給國際法院通緝中 普京本來他都很想去的 現在是否在一起來講的 即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因為普京都說 你做東渡國的責任 應該給我來的 這樣他俄羅斯的外交的口吻 跟中共竟然是一樣的 即是你應該給邀請的國家的人入境去參與的 但美國由於他國內法和國際法都好 都認為普京是不受歡迎 而李家超又是根據國內法 已經成為不受歡迎人物 再加上我們香港的兄弟 美國的遊說 最初本來說是可以的 結果有人吵有議員吵過之後 就看來比較清楚了 你說完全沒有變數又不是的 我覺得如果你放回黎智英 可能是可以的 即是美國可能肯定的 我想他背後說不到這個價錢 即是給不到這件事 美國人都可以交換的很多東西 看來就不樂觀了 基本上他去不到這件事 他去不到這件事 代表香港的經濟 同時都是在一個很混沌 很不動的情況 最近經常看到 可能你沒那麼留意 香港的那些樓價就劈來劈去 越來越跌 紅山半島那裡 剛剛又賣了一個單位 又是劈價買的了 全部都 整個氣氛就好像很不妥 這些壓力去到尾 又要回到黎智英 因為你是領導 你要說出一個方向 不是搞夜市搞小販就可以解決到 就算夜市很成功 其實也解決不到他現在 面臨方方面面的困境 經濟上的困境 香港的經濟困境 你也有留意的 你有什麼看法呢 即是現在最近的將來 將來發展產業 做不到那麼快 短時間可以做什麼呢 即是可不可以 即是 有方法令到 經濟短時間老了一些 即是 諸如此類 我想香港的經濟 怎樣搞其實也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人財流失 人財流失是現在 香港最嚴重的問題 沒人之一 香港有沒有辦法留住人財呢 我想 誰上台都是留住人財 香港現在的現象 或者現在的情況 實質上就是和很多本身 在產業上面 轉型失敗的大城市一樣 等於美國的抵特 他本身是汽車工業 但汽車工業抽乾之後 他便淪為死城 這個其實是香港面臨的情況 但香港其實他做了什麼的價值 在當中 這個正正就是當中 沒有人可以達到的問題 我自己會認為 香港本身以往其實受惠於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 但是現在兩者不再減貿易 還有沒有再工業化呢 其實當年的high tech high tech no tech 已經將工業化這東西 工業已經荒廢了40年 我看不到香港的經濟 還可以有什麼可見的出路 當然不排除 這一代的香港新一道很爭氣 他們會發展到自己的產業 但這些畢竟是未來的事 未來的事就是未來先說 現在的事 我自己覺得 對於現今的官場 真的有很多問題 因為個個都沒有任何方法 香港特首這個位置 是不是這麼好坐呢 我猜大家心裡都會有個答案 在當中 你剛才說的經濟 即是發展什麼 現在發展什麼都遲 不過你記得香港其實是有幾條支柱的 金融 貿易 航運 還有旅遊 其實你想想 這麼多東西都沒有辦法 短時間改變到的 但是唯一可以改變到的就是旅遊 旅遊就知道 很多香港人移民 人台走了 但是一般市面的情況 沒有變化的 如果你是一個 適合旅遊的地方 以前一向都是 一個繁盛的地方 基本上香港也不是一個 沒落了的地方 還是一個繁盛的地方 其實最容易 就是說 又不怕搜到那些精英金融的人 搞不回了 又不怕這樣那樣 起碼旅遊可以做回你 無論你和國內互相交換旅遊 或者吸引外國人來旅遊 其實香港是不是最簡單 我的看法是 簡簡單單 如果你要救香港 你首先救了旅遊業 是吧 那你起碼 市面先看 還有有人來自然有消費 自然有消費帶動很多東西 旅遊業起碼應該是著力去救的 但是現在香港 是吧 你說的 夜市都是給香港人自己消費 所以說外國人來 是差了很多的 是吧 就算是過來來 都是一半都不夠的 現在應該是 即是說那個 即是奧米國之前 但是你說歐美的人來香港 其中有一件事 你的旅遊警示 都還未成為過去 就是叫他小心 香港有國安法 這個呢 國安法也是直接 令到香港 在別人的心目中 這個是和大陸一樣 是不安全的地方 甚至好像更不安全 那以往的香港的印象也都負面了 沒有了自由的遊行那些 雖然我們活在香港 就好像覺得不太差的 但是別人的觀感是這樣的 那變了真的不想來 那恰恰就是你要取消國安法 就直接也都relay 就是有關就是李家超上位 就是因為搞國安法搞出來的 如果現在 我們講一下不要李家超 是否同時間都是代表 不要國安法是一籃子的問題呢 即是你要改變這個基本政策 當香港已經定了 我們回復舊一點了 那就可以不要李家超 不要國安法 從而刺激香港表面的繁榮 社會的希望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重要 可以考慮的地方 我覺得是一個強心針的事情 如果他願意這麼做的話 那這個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間接也都促成 他要下定決心 取消港份和叫阿超離職 會做出現的 會有可能出現的事情 當然這個很多人都說我 想得開心 簡單 但如果不是這樣又怎樣呢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香港是沒有變的了 其他你沒有錢搞的 你地產那些沒辦法了 就是那些貿易那些全部 你唯一是旅遊而已 旅遊你要搞好 那你是不是都要 換了一個警察 做特首 和要沒有了這個國安法 這些全世界都知道你是 麻煩人權的東西呢 那我就有些這樣的觀察 那不知你覺得是怎樣了 因為都結合現在 我們很快就知道這個夜市 就是成效如何 那似乎沒有什麼人是樂觀的 除了李家超和茂波 我想他們都知道不行了 那基本上我問身邊的人 之類的 不熟經濟的也好 都似乎是不感覺有什麼用 因為就算 未來那兩三天 旺一旺 那下個禮拜是怎樣呢 難道還有那個氣氛 那些人繼續 那一至五又如何呢 他現在都是搞幾個周末去搞幾 搞很久的 搞到年底 但是我覺得是頭一個周末 就是現在今天這兩天 大家的興致有些之外 就是炒不了下去的 我覺得這個情況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整個局 整個形勢 我看就是這樣 那你有沒有補充呢 時間都接近了 你可以發揮到尾了 嗯 我猜了 其實對於國安法之後會是怎樣 我自己我會對於國安法的看法 其實相對而是比較直觀和簡單 它所代表著的其實 根本國安法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不用法律的角度 因為始終法律專業法律的東西 可能請教王sir 但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分析的話 以往我們已經知道 是出現過洗頭艇 以至是被自願回中國 尼波事件 我們看到蕭建華事件 我們看到很多這些個案 甚至乎一宗更加經典的就是宣誓事件 人大主動釋法 其實這些情況 我們以往看到這些都是 其實你很難說他為了什麼 但他的法例是可以自己彈出來的 這樣的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一個關鍵 國安法只是等於 我有時我需要兩劍 但我要臨時弄一把劍出來兩劍 只不過就是把劍放正在這裡 即是像當時葉劉淑儀說的 有把刀掛在你頭上 純粹是這樣的 根本他以往國安法這類的政策 就算你有國安法還是沒有國安法在 其實我們都看到有類似的一些效果出了來 例如當時李波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柴灣不知為何突然被人夾上車 林榮基也好像是 林榮基也是大陸被人抓 他有些不同 他就是大陸被人抓 那就是經常都有的 這些 那就是一向都是的 李波才是真正震撼的 就是他在香港直接被人抓 所以呢 如果大家去理解的話 其實由當時的宣誓事件開始 以至李波事件開始 實際上已經是代表著整個 一系列瑞朵 只不過這件事如果讓我來知道 每個月都要做一次的時候 的時候假設 那難道真的每個月都能一次人大釋法嗎 就是阿超的人大釋法就是一個好的訊號 當時的釋法是怎樣 他是說明 釋法是你特首有權決定 你自己決定 人大釋法沒有決定 你自己判斷 Tim Owen做不做得 特首有權 釋法就是這樣 我們應該當是第一巴 是 你自己 是第一巴 最初 香港建制陣營最初的期望就是 人大釋法 不給跳環 誰知道 沒錯 幫你釋法 不好意思 你自己決定 你自己決定 自己決定 自己決定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很明顯 但是有否留意 接著就越搞越知道 因為其實人大釋法是一件非常措施 如果經常釋法 其實是一個 等於你用了一次 用了第二次 等於有一次是降之連金 術師當中的等價交換 所以當時尤良 其實當時的做法 有人認為是破壞了整個香港議會民主體制 但是我自己覺得也是對議會迷信體制 或者其實議會迷信體制當中 或者為什麼小弟從來都對香港議會有很多質疑 甚至乎也都不樂觀其成 主要也都跟議會迷信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其實當時的一些情況 或者其實去到國安法 我自己認為其實有國安法還是沒有國安法 如果從西方和法律的角度來看一個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個重要性 純粹就是他需要有幾大程度上 是要用這些方式 當他有需要的時候就會有國安法 即是他用得密的時候就需要這件事 如果他用得沒有密的時候 或者根本就沒有資源再用這些方法的話 法例和不在其實沒有什麼不便 因為法講合術 有術才可以有法 意思就是你有個法就是你把劍在這裡 你術就是你怎樣拿來砍人 這個就是個關鍵 所以法和術其實是必定是要 是要放在一起看中國政治當中 當然西方世界看到這條法就會不來 這個也是有機會 所以究竟要不要把這條法弄走 然後繼續以另外的方式行術呢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了國安法 西方世界的人是不是會來呢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比較重點的問題 難道沒有了國安法 然後西方世界就會 中國情況有改善 大家一起回去中國投資 會不會真的那麼順滑呢 我想應該不會了 好 我們拭目以待 似乎變化都是快的 我經常說是7月1日之後 就開始 阿超開始好像不太順滑 現在你一說 我反而覺得是去年12月 人大第一次幫他釋法釋一半的做法 其實是給這個釋路 他不是很滿意他 就是這麼小事自己搞不定 或者根本就不應該搞這件事 這樣究竟在搞什麼呢 我想我們要詳細一些 事後回望才再分析到他 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呢 好像不是很支持他 就是12月才去完第一 去年12月去過APEC 還好像很旺 想不到這麼快 又要第二次APEC 就看到他已經變得很不旺 很得了 情況就是這樣 好 還有五會補充 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 我猜大致上都是這樣 因為老實說 超級運程 大家都明白的 好 不是的 很多人覺得沒有 還是沒有的 我們好像說得太早 但是想來想 我覺得是 還不是 出現了 那些負面的訊息已經出來了 沒辦法了 那我們繼續關注 密切留意 好 我們一定會和大家繼續關注 我們下星期再見 記得訂閱 按鈴鐺 記得地方的頻道 網上的頻道 我的頻道都很需要大家訂閱支持 記得按讚 分享 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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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